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华语乐坛20年来的天花板歌手 周董面对后辈的压制力一如既往 哪怕有很多顶尖歌手相继崛起 但依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位置 不得不说以周杰伦现在的年纪 还能有这番年纪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穷顶 值得注意的是周杰伦指数分高达99.5 而排在第二名的靴之间只有97.24 两者之间的相距其实并不算小 所以客观来说周杰伦是属于一起绝成的状态 已经可以算独一党了 此外周杰伦和周深的再度碰头 也让不少粉丝感到惊喜 其实从歌手当打之年开始 这两位新生代的佼佼者之间 气场就有些不对劲 尤其是粉丝互相撕扯的情况越来越多 以至于外界总以为双方存在矛盾 但是就艺人本身的情况来看 华晨宇和周深关系肯定是不差的 并竟同样属于华语乐坛未来的希望 良性竞争完全在合理范围内 至于粉丝眼中所谓的谁威胁到了谁 完全就是无极之谈 两人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型 不存在横向比较 而且有必要强调的是 目前同妹里能够把实力和流量完美兼顾的 除了华晨宇就只有周深 像这样的歌手属于时代产物 就会是推动大环境前进的先虚 所以如果可以请大家放下成见 让两位大窝狗能够携手并进 他们同时出现在榜单就是公信力的象征 华语乐坛的发展需要他们 不过非要说意外的话其实也有 比如空降的隔壁老凡 以及名次突然下滑的毛不一和许松 具体原因暂时无从擦起 只能说毛不一和许松的影响力 相信也不需要看某一份排行榜来证明自己 这两位前者是近几年强势崛起的新生代 宛如新人般的歌词 让他原创作品迅速出圈 而后者则是多年来横扫歌坛的王者 如果不是激烟巧合 电视音乐节目终结了网络歌手的时代 恐怕许松现如今早已经屹立山顶 这样两位低调却不低质的歌手 无论什么时候重复巅峰都不足为奇 大家拭目以待就好 至于隔壁老凡 综合来说潜力很大 只差一个蜕变的机会 从他之前在我是唱作人里的表现就不难发现 神曲是隔壁老凡成名的方式 但并不能成为束缚住他的框架 在那通俗的外壳下 藏着很多灵感和创意 相信假以时日也会大有所成 最后总体看下来 这份华语男歌手流媒体热度榜 还是很有公信力的 既没有出现大家反感的顶流歌手 也没有被大量网络歌手入侵 每一位上榜艺人都可圈可点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